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费不到10分钟的准备时间 把所有食材丢入一个电饭锅中就能够搞定哦 究竟该怎么做呢 让我们开始吧 所需要的材料包括 马铃薯 洋葱 红萝卜 鸡肉 米 日式咖喱酱或咖喱块 酱油 除用花雕酒 首先 先把鸡肉洗净 去鸡皮 然后切丁 放入一个碗中备用 并在碗中倒入厨用花雕酒 鸡酱油 用汤匙搅拌均匀 盖上保鲜膜 让鸡块腌制30分钟 接着 把米冲洗干净 瀝干 然后再用水浸泡约30分钟 这样子才能让米粒充分吸收水分 吃起来更加软嫩Q弹 粒粒分明 把洗干净的马铃薯 胡萝卜 以及洋葱 去皮切丁 食材切得越小会越软嫩 大家可以按照个人口味调整大小 如果你喜欢吃非常软嫩的马铃薯和胡萝卜的话 又或是家里有小朋友或年长人士不方便咀嚼 那你可以在烹煮前 先用开水浸泡约15分钟 将马铃薯和萝卜泡软 用开水溶解日式咖喱酱或咖喱块 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30分钟后 将浸泡大米的水倒掉 再把刚才搅拌这融化的咖喱酱或咖喱块 倒入大米中 搅拌均匀 然后先将一半的大米 倒入饭锅底部铺平 再把腌制好的鸡肉块铺在米饭之上 注意不要把多余的酱料倒入锅中 然后再将剩下的大米铺盖在鸡肉之上 确保将鸡肉盖好 这样不但能让鸡肉焖得更软嫩 还能确保米饭更入味 最后把剩余的食材 如马铃薯、胡萝卜、洋葱等加入锅中铺平 再倒入剩余的咖喱汁 放入电饭锅中 盖上盖子 按下煮饭键 就开始烹煮啦 准备时间只需大概五分钟 就能做出又香又美味的日式咖喱饭 是不是很简单呢 你学会了吗 只需跟着视频做 就能够轻松掌握哦 饭锅料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